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邊 是AK對AA的一個跑馬 AK草花 哇 你看是一個AA的勝率 他省著撞到這個 阿諾的ACES 哇輸的 是一個大問題 哈哈 50-50 誰有什麼 I have AC 50-50 這樣的話 轉排時間高 還算比較安全 目前所有草花還有圈 那都是AK Hexson的出牌 看看核牌 哦 核牌一張9 反超 短牌真的常常 這個SK 真的是 哇這運氣非常好 因為這台是算是完全是壓制到非常側底的牌 對啊 也A到A給 這真的是蠻慘的 短牌 真的比較常容易出現這種情況吧 而且這大概是有50幾個MP 其實也蠻大的 嗯 那哈森手下是底持人 我們應該加重碼 就是超過100個MP 是超級健康的重碼 對 對 好我們先看到這邊 哦這邊是 我們Bretting Bonomo中了一個三條 而我們破法是一個over pair 這個 比較 有意思的是 千千和KK都是LIMP的 對應該都是LIMP 然後我們Benefuel 這邊10jack 好直接選擇了氣牌 嗯 非常有紀律啊 對 那如果他是K10的話 應該就會跟一張了 轉牌是一張草花漆 如果在這邊的話 如果 Justine Bonomo再打一個 大豬的話 其實破法是有 可能可以直接蓋掉的 嗯 因為在短牌的話 一個over pair 沒辦法 沒辦法 有什麼 就像我們剛好看到 我們那個LIMP中 他把JJ 其實一樣 其實 在 在短牌 你必須要玩一些 有成長空間的牌 你玩一些 沒有成長空間的牌 變成是說 你會變得 你這種牌是在Bloved Catch 可是 又很難Bloved Catch 嗯 就因為你的牌 稍微有點 有點 稍微夠大 可是你又要想去抓的話 其實就會 讓你決定 會遇到很多的困難 嗯 整排一張勾 這樣的話 本能牧是 一個頂葫蘆 頂葫蘆 只輸入一個勾勾而已 對 有些 POPPA 這邊 依然是一個超隊 那我們 POPPA從頭到尾 他並沒有選擇 做一個家住的動作 但其他 他的範圍其實 蠻Bed Cap的 它基本上 就可能是一張Q之類的牌 現在本能牧應該要想說 要怎樣瞄準他的Range來做Value貝 或者是一個可能有勾 下一個蠻重的一個柱啊 那當然其實Pofar對他來說 這張勾對他來說是比較好的 因為他可以 因為他可以有一些兩隊 其實這邊好像也沒什麼兩隊 畢竟我們Ponoma是一個 加1的一個位置啊 那一個平跟入池 基本上 在這邊打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KK真的超級難看 嗯 Ponoma獲得了一個63萬的地址 是 是 40個Anti也算蠻多的 但我們Pofar還是蠻健康的 300萬的籌碼 哇 原家牌啊 這邊是KK喔 那我覺得劉明宗這邊 在這種泡泡時間應該是可以直接O-in 嗯 AK童花非常強 而且 AK 木木你知道 AK對KK大概的勝率是多少嗎 5-10 5-10 我猜是 4-6 我記得銅花好像是5-5對4-5 哇 這麼大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也不是很確定 我們來看一下 等一下 因為這個KK一定是要上了 雖然是泡泡旗艦 然後 昨天我在主播台上也有講到 Benefuel 在最後那四人做Final Table的時候 用了我夢幻中的手法 就是一直O-in 一直O-in 那其實在這種泡泡旗艦的話 掠奪性很強的 泡泡旗艦的時候就是要一直一直O-in 因為有一張S就有看勝率就會超高 這邊跟了看一下 45對51 對 可能是有一些 分排 可能有一些chop的機會 所以 所以 其實沒有落差太多 他有45%的勝率 好 我們劉明宗跟我們的佩洛斯基這邊O-in了 好 我們的Bubble Time 其實這種Bubble Time你看 其實說實在話 這個KK其實根本不能跟 在這種泡泡旗艦 照理說 你看 你的KK 你只要面對對手一張S 你只有六成的勝率 可是實際上一個Bubble Time的話 Bubble Time的時候 你去跑一個64開其實是很危險的 是 所以其實 所以換一個角度來講說 那去不去就一直推就好啦 因為 對方如果沒有AA的話 基本上 就沒辦法跟嘛 所以基本上連KK其實在這邊 其實我覺得在泡泡旗艦都不能跟 因為你看 你去在一個 在一個這麼接近前圈的時候 你去跟一個64開 就讓他開牌好 給你看AK KK都沒辦法跟 我覺得 我自己個人認為是這樣 那當然我不是 真的坐在桌上的人 那這是我個人的 幻想 所以說換你的話 你可能會氣掉 我可能會氣 可是我坐上去可能就不氣了 理論上我要氣掉的 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一個夢想的 Bubble Time打法 Triple Leader一直推一直推 不管什麼一直推一直推 反正人家沒有AA照理說 理論上不能改 但事實上也確實是這樣 事實上也確實是這樣 事實上也確實是就是在 泡沫期 長籌的 尤其Triple Leader 會去 進行一個大量的掠奪 對啊 你看如果你是在那種長牌的話 你泡沫期 你那種泡沫期 你一定是要跟什麼 超級緊的 你至少是要跟那種 73開 至少73開都覺得危險的 對 至少是跟了82開以上的牌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要去跑一個這麼大 十幾萬英鎊的一個Bubble 我會選擇放棄 如果是什麼 100塊英鎊 可能就算了 還是看這個比賽對於選手自己 不過可能這樣對他們來說是100塊 我看一下這翻盤 馬上就中了一個S 你看 這個勝率這麼的接近 KK看起來很大 神科娜斯 可是 可是其實就是不能跟啦 這個 這個落差就是 你去跟一個這種 只要對方有一張S 其實就很麻煩 難道要成為我們的這個 Bubble Time Bubble Boy了嗎 看有沒有紅星啊 哇 這基本上沒救了 所以 其實剛剛 有人有拿一張K了 對 就一張K 所以基本上我們泡泡要破了 我們的 Pedosky就會變成我們的Bubble Boy了 啊 他補了一刀 所以在短牌裡面有一張S 是一張超強的自己 你只要有一張S 基本上你就可以保持一個40%的勝率 好 我們看到這邊 曹瑞 90發了10.997 呵呵呵呵呵 這邊 徐亮 徐哥 是一個 徐哥被曹瑞就all in到臉上了 對 那這邊應該還是會選擇跟住啊 因為這邊只輸一個99 只因為被all in的這個尺寸有點大 那可是你看 你可以看到我們徐亮裡面 沒有馬上選擇直接跟住 因為其實他也會擔心對手是有99的牌 所以這邊跟住就是跟一個chup嘛 對嘛 因為曹瑞這邊也不可能去自殺 可是 徐亮在想說對方會不會是99 所以徐亮其實算是蠻有經驗的 他一定是打過很多的牌才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才會在這邊想 不然一般人就啊 這邊就跟了啊 不然勒 噢 刺牌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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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打蓋了 哇 我們徐亮這邊真的是厲害啊 雖然是一個chup啦 可是徐亮 在這個狀況知道 這個狀況知道 這邊可能要 會遇到一個更大的牌 那曹瑞趕all in也是因為 他 他把所有的鐵 四條的blocker拿走 對 他拿了9 哇 這個也太 就是太有氣牌力了 太有氣牌能力了 太有氣牌能力了 14名之後會有一個2萬 的money jump 然後會有10 呃 應該沒有到2萬 1萬 2萬 1萬 4萬 3萬 1萬 1萬 2萬 4萬 3萬 3萬 2萬 2萬 OOP比較難打 那你又是遇到一個大底池 那現在SPR值大概是1比3左右 就是底池籌碼 那這個... 這個頂隊 這個頂隊的感覺就是... 很難打的 有點走不掉 因為flop只要打一槍就... 就變1比2了 基本上短牌是一個沒有River的遊戲 如果是有加注的底池的話 基本上就是被... 打flop的turn就all in了 基本上都是這樣 大概16萬一根 那這樣後手比例就接近1比1了 基本上這邊如果沒有開出什麼危險牌 這個King Queen就上了 尤其如果開... 哇... 那我覺得這邊就直接all in了 這邊就直接all power all in了 那也是... 分尺了 那對手會有90的範圍 A10的範圍 可是這邊頂兩隊 是直接all in啊 不要... 我是覺得這邊check 或是打小豬都... 不是個太好的決定 我覺得這邊all power all in是一個最棒的一個... 也許他有一些不一樣的策略 他的想法可能知道曹瑞打得比較激進 所以選擇做一個check 那... 我覺得他這邊check 應該會checkless all in啊 你可以看到我們曹瑞 鏡頭帶沒帶到他 籌碼就已經丟出來了 他絕對是用圈上 很快 曹瑞直接打了後... 對方後手 all in了 對... 那這邊應該也是... 這邊應該也是... 對方的一個範圍 你看很煩 你看... 這就是你在前面位置加主 然後你被後面位置抵抗的時候 你看你連頂兩隊在那邊 你都要想這麼久 其實很麻煩 在短牌裡面就是這樣 因為... 成牌太多 然後組合太多 你沒有抓到NAS 就是... 在沒位置的時候就麻煩 等一下想要叫他們去調查一下 曹瑞是不是全場計時牌最多的玩家 我們的計時牌的chip leader 這就是別的東西 我們把動力都整一切 對方便交給你 我根本來是九年 是十三年都一樣 十四年和十三年都一樣 像第九年都沒什麼區別 是有蠻多组合的 像A10啊90啊这种 当然会有可是像这种 只有1比1左右 的一个应该 但是其实3B抵10 90会在一个中卫显得跟注吗 他是中卫吧 90绝对会 90石沟是在短牌里面最好的结构牌 90跟AK是55开 它是这样的 前位有一个人Limp 然后这边K圈加注 然后这边是冷跟嘛 90100%跟90太强了 90超强 90根本就是90这种概念 大概在短 在如果在一般的长牌的概念感觉 大概是一个 我想一下大概是一个 面对对手的加注 你手上这种排列强度的感觉 大概是AQ童花JJ的感觉 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骑士手盘 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骑士手盘 哇我们的King Queen被King Queen打盖了 哇我们已经看到两手被曹瑞打盖了 才会打非常强的激进哦 我期待 好我们这边Huston 应该A勾也是会选择 我觉得A勾是一个可以加注 然后因为A勾是一个很适合加注 可是当被很不适合跟注的牌 因为短牌的彼此牌力的关系 因为加注的范围大概长什么样子 所以会去抵抗的牌力会比较不一样 就是以往常常我们会听到说 All-in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人说 没关系不冲突在短 那个长牌All-in的时候 就是他们觉得不冲突 反正有两张就好 可是其实还是落后非常多的胜率 可是这句话拿到短牌里面 就是非常有用 不冲突真的需要不冲突 因为不冲突的话你的那个胜率是差超级多 你在那个长牌里面你居然不冲突 你可能对方手牌很强 你可能也是35%左右 你这个长牌一不冲突可能是40-45 所以这个不冲突在短牌里面就非常重要 那也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很多中国人很喜欢打这个短牌 就是因为他们真的不冲突就很有用 你知道要同时修炼这个短牌和长牌的时候 会不会产生一种混乱 真的看到这个范围上会出现点问题 稍微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所以你不能用长牌的一些观念去打短牌 嗚 这边我们的Pofar开心开心 在一个这么深的一个状况 还自重了顶SET 那哈森这边选择一个加注 应该主要还是因为 因为这是一个平跟底次 他可能是想要知道一下对手的一些范围 那加上他在后面又可以继续 可以试着在这边选择一个加注 然后可以去阻断对手的一些 买花的一个攻击 而且在这边Race的话 其实就可以比较知道对手是在买花 那哈森手上没有任何的一张红星啊 所以他这边选择一个加注 应该是想说让对手买花可以选择跟注 他同时可以很清楚对手的范围 好我们通通这边是32个前注啊 直接选择的一个O-in 用个JQ 六十五万 看一下Cut off the Hectons 应该是会过关啦 A10应该是不会跟的 面对一个第一个位置的O-in A10去跟没有什么特大优势 他身后有一个Bernomo 毕竟还要冒一点风险 因为Bernomo的重码量是cover他的 因为他排不够强啦 A10其实好像可以跟 可是面对一个前卫的O-in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AQ才会够 甚至AJ可能都会盖掉 哦我们的Huston也跟住了 那这边我看一下我们的胜率 应该我们JQ搞不好还比较高一点 没错我们JQ的胜率是比A10高了一点 百分之五十一的胜率 因为他是有一个上下两边顺子的 两张连起来的牌在短牌是比较有优势的 对 我这边非常希望我们汤中央可以Double on 半倍 嗯 中央一身紧张 那我们FWOP就来个8-9-10 好 红桃8-9-10 这样定心一点 看一下FWOP 看到一张勾 看到一张勾 但是被中了一个两队 天啊A10勾 那这样的话 两张勾和四张K的初牌 哇 来一个K 好了K 转牌是一张黑头7 那这样的话 依然没有变了6张奥茨 有21%的胜率 来一张勾 黑头8 可惜啊 那这样的话 TOM DOOM非常遗憾 以D12名的成绩告别了我们的 10万英镑买入的 这个 短牌主赛事 那么TOM DOOM将会获得 191900英镑 这个应该是Pocky Check 那我们Churic也是平根的一个X Check 这是一个还不错的其实手牌 Curic在翻牌前 比很多玩家给人打得都要小心 范围会比其他人更紧一些 这是 这两天在直播桌上观察到的 那这样的话 CutUp的位置 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赔力 去跟住96红星 专围过牌变成了一个Family Call 大家一起来看翻牌 啊 Flop是八九十 YCNL这边是击中八 然后有一个抵两头顺的听牌 都都有听牌 跟大家都有关系 那咕咕这边 BennyFlop是一个上两头顺的听牌 Curic也是有听牌 有一个后门花 Curic这边其实是可以考虑去下注的 因为 自己阻挡掉两张顺子的那个 那我们这边 我们的流民中 是用那个中间的队子 加下面的一个 卡顺选择下注 面对这么多人的 这么多人在里面的话 这个算是一个蛮大胆的一个决定 BennyFlop选择跟住 我看转牌如果掉一张7的话 就稍微麻烦一点 哇 乌鸦嘴 转牌掉了一张7 下顺打上顺 那我觉得这边流民中 可能也是个过牌啦 因为毕竟在下面的顺子 对 可能会有勾的存在 那如果你选择下注也可以啊 就是下注 然后check river这样子 我觉得他可能会打得比较重欸 就是可能bay 4 bay 4吧 这边如果被加注 可能是个概念 他可能会打得很重 20 20多啊 喔32万更多 32万5千 打得快满直欸 他 因为我们之前看过他打牌 却是有那种 击中之后会选择一个 比较重的下注 当然他也会面对对手的一个 比如说Race啊什么的 弃牌的 还是也能弃得掉 那流民中后甩还是蛮深的 那我觉得 BennyFlop这边应该也不 应该也会担心说 all in会不会撞到JQ啊 对 所以他应该会选择一个跟注 那River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check check 对 他应该会选择 好,我們的benefusion的過牌 那劉民中這邊其實我覺得應該是個check,因為他也有攤牌的價值 因為如果對手這邊這邊下渡,對手沒有勾也是不會跟 那你這邊,這個6應該會是個check 那現在是100萬的地址 選擇下注70萬 那我們這邊benefusion應該是一個輕鬆的check call 他真的打很重 對,這把我覺得是比較 比較一時之間還不太知道他的策略是什麼 那benefusion應該還是會選擇跟注,因為畢竟他是勾勾 那他只輸一個勾圈,那他自己 能輸勾圈的機率,概率也並不是太大 這個劉民中這個6-9,感覺有點像是轉成一個偷雞 哇,我還有100%過圈了 嗯? 那我們的roganfusion選擇平根的90黑桃 那walking用也沒有選擇加注他的H-coin 好 四人底池 Flub來到6-6-10 Race,1-5-10 Walking Young這邊用自己的A圈兩高章 選擇直接下注5萬 去搶奪這個底池 被曹瑞直接加注到15萬 Walking Young選擇跟注 那曹瑞真的很喜歡在APP面上擊中B之後去Race 去參究一下對手的排列 對 轉排一張K 那這樣的話,Walking Young是有一個卡鉤的順子 Walking Young打的都蠻黏恥的 Walking Young打的都蠻黏恥的 Walking Young打的都蠻黏恥的 Walking Young對呀 Walking Young這邊略做思考 這下注42萬5千 打的非常凶狠啊 42萬5千 博一個135萬的底池 算一下 1% 31% 賠率 明顯也還是不夠的 那對 Walking Young還是選擇跟注 那這樣合拍 Walking Young一直選擇 感覺是想要用 Walking Young這邊竟然選擇這樣那個Flow的打法 A5 啊?A5 A5 驚呆了 曹瑞差點Mark掉 曹瑞剛剛第一反應是 這邊 兩個人打得驚呆了 我以為Walking Young這邊慘打 是要在合拍去做一個Bluff的 Walking Young有點不好意思 怎麼這樣子 可能曹瑞表現的排力有點太強了 變他合拍動不了 Walking Young 然後我們的Rick Move這邊 Walk move有KK選擇平根 那我們的 我們的流明中 他有80個前途 那這邊用QQ型蠻有可能會選擇家途 好也選擇平根 KKQQ都平根 嗯 那到底有什麼牌會加注呢 呵 前衛真的看到很多很多這樣的牌是做平根的 AK啊 KK Queen Queen Go Go 基本上前衛都是用 對沒有 A 也沒有 表現太強 表現的牌力就變太強了 Chill這邊選擇直接O-in231萬 哇這撞到啊 撞到兩家埋伏的人 這個231萬7很多欸 100 100個前途 敢打敢拼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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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Rumpf應該是直接要上了 恩 所以KK是沒辦法 整個All-in 那劉民中其實這邊是有一個蓋牌的機會 有人All-in100個 這邊再推100個 這QQ不領先了 而且他就算是面對A圈 就算面對AK啊什麼 其實也沒有領先很多 在H圈面對兩下一定知道有人在埋伏 所以這邊應該是 應該是沒辦法 沒辦法 而且像 現在目前在考慮SM的情況 有兩家已經長滿打光 完全是可以逃掉 對啊 這QQ應該是個固法 真的是被逃掉了 被Q一個救到 很捨不得 很捨不得這個QQ 對啊 可是QQ在這麼 在這個狀況之下 感覺有點像是 你在場派裡面 拿到一個 8899倍 兩下All-in的這種感覺 你看看 fix 五十多塊 嗯 他比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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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兩個都比你做 那邊兩個都比你做 新鮮 This 兩百多 這 他有 還在努力思考中 230多 這邊其實就真的QQ 應該要忍一下 感覺他好像蠻捨不得手裡的QQ 哦,他選擇了跟住 哇,這有點糟糕了 好兇啊 這是那種很不願意放棄一個大底池的玩家 三人跑馬 這有點麻煩 可是其實考慮對上一家只要為那麼多 在後衛還能跟住的情況下 那他的上架表現是非常強的 那他會輸KK,輸AA 面對AK其實是一個55開的跑馬 對,這把我比較意外 是QQQ怎麼臨時 靈機一動推了一個K10的東西 太突然 對 我最近看QQQ就會覺得好感度很高 他有一種很天然呆萌的感覺 那我想這個QQ 看看有沒有什麼 這QQ蠻難贏的這個 哇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刻 哈哈 未來戰史 未來戰史 那我們的 他只剩一張K可以反槽了 欸 這樣的話QQQ是 他就是 擊中了順子耶 可是他沒有塞帕 沒有塞帕 沒有塞帕 沒有塞帕嗎 喔 他是最長 他是最長的那一個 喔 然後那個 U7 真的 很慘的 直接被淘汰了 被淘汰了 好,我們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的 我們場上剩下最後10名玩家 可以看到我們 Juston Quinn這邊 O-in跟A9 然後面對我們 Huston Huston 我發現他跟住的 牌是比較鬆的 像我們剛才看到他面對 前衛 我們Tong Doan O-in 第一個UTG O-in 他選擇跟住的時候是跟一個 A10 off 那其實這個 就其實是一個比較鬆的跟住 所以這個KJ 在童花 可能也是他會考慮的一個手牌 好,我們這邊KGO 對A9 off 可能是領先 喔 一樣是50對49 幾乎算是領先 感覺這個牌 Huston的勝率蠻高的 99 Tom Tom 可以看到電視 來 翻牌 擊中了一對K 那目前我們Juston Quinn只剩下三張S 可以實現 實現反超 I got bluff 5x pot 對不對 這樣他A也不行了 好,反而多了四張S 好,反而多了四張S 嗯 好,這邊 我們的 Juston Quinn 我們的 傳奇復刻的 想像代言人 哇 是的,那獲得了我們 第十名的 一個 成績 Say over say以外 我們Bennefield還有一個雙頭順 對,曹瑞這邊抽了手 籌碼量 260萬 好,我們這邊 當然我們的YKing用 這邊應該是要蓋牌了 可是我們的 劉民中很會做一個 Chick Race 做什麼 我聽到有些什麼 困擴 你在想進去 我聽到很奇怪 你會覺得什麼 對 你會覺得什麼 對 你會覺得什麼 我會覺得很奇怪 我聽到oma 我聽到你 你聽到你 很奇怪 你瀞 是 我們這邊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個chickrace 我們的槽 槽瑞是選擇直接跟住的喔 那我們的Benefuel 這個是還蠻不錯 又有位置阿 對 配慮得很好 應該也會跟住的 兩邊都沒有阻擋掉這個走時順子的這個blocker 所以可能會小心 轉拍可以讓我們Benefuel死心了 那我們 這樣很酷的感覺 槽瑞這邊 槽瑞這邊就只輸一手勾勾 然後輸一手勾圈 這邊我們劉民中做了一個蠻不錯的一個check 這個check可能可以讓我們的 槽瑞圈進來了 對圈進來了 槽瑞這邊選擇check 喔 那Benefuel應該也會選擇一個check 槽瑞可能是希望對手能擊中點什麼 兩個反正不急 轉拍十 我覺得這個要動作了 應該是要 對 這個要動作了 劉民中難得在拿到這麼大一手牌的時候 會去帶前衛選擇一個過牌 想要做一個埋捕 對 他平常會比較喜歡激進一點的打法 這邊大概 我覺得他會下注六十萬左右 以他的這個 就是一直以來的習慣 多少 四十五萬 那這邊對於槽瑞的話 應該會選擇跟住 劉民中會有一些 JQ的一個牌 當然也會有JJ這種牌 那這種第三條在這邊 應該會比較傾向於是跟住 哇賽 我不會賽 這有用 在頭的賽台 是用跟的啊 我還以為這五牌可能會打光啊 喔 因為在短牌裡面 很容易撞到更大的葫蘆 所以他們這邊也算是打得比較小心 可以看到這邊 一樣是一個四人的多人抵持 抵持一到了二十萬 二十萬 它居然可以修持 它居然可以修持 好 我現在知道沒有 JQK 一定沒人敢動啦 畢竟這四人抵持 居然 蠻意外的 沒有人有抵持 哇哦 哈哈哈哈哈哈 所有人chop 我玩很開心的大笑 這個all in有什麼意義嗎 先確認你看不能看錯牌 對啊 他牌的話 那個牌面那吃啊 對啊 對啊 因為all in是在幹嘛 哈哈哈哈 all in all in 哈哈哈哈 沒有CUT 沒有CUT 但是就還是氣了 對還是氣牌 還是還是不會有人氣牌啦 就是之前我也 之前有過這種狀況 我有遇過 然後 然後有人真的 看錯牌幹嘛氣掉 上面是開個什麼 我不知道 上面是開個 二二二二二 A 然後就all in 然後就改變 很好笑啊 曹瑞這邊是1010 做了一個標準的跟注 對 後手還剩下190萬 曹瑞這邊 可以考慮直接 不知道 又是兩個跟注 他這裡過牌或者做all in都是可以的 因為他最近手裡有一張A 我可能感覺他這裡可能會考慮做一個all in 嗯 果然是做了all in了 因為畢竟手裡有一張A的阻擋啊 他這裡每次搶一下就能搶好幾萬 搶一下就十幾二十萬 搶一下就十幾二十萬 曹瑞是選擇跟注了 十十對A8 漂亮 這手十十跟注非常漂亮啊 嗯 十十對A8 這裡是一個六四開 曹瑞真的 思考時間很短 嗯 哪怕是面對對手的一個all in 而且這個all in 是幾乎占到自己一半的籌碼 而且他幾乎沒做過什麼錯誤的動作 經驗太豐富了 太豐富了 Flop是7圈9 這樣的話6核 6核 6核A都是 對A的擊中和6的順子 嗯 全排一張K 目前來說是安全的 看一下 核牌有沒有7張出牌 沒有發出來 那麼我們的Chill Week 是被淘汰在了第九名 對 我們Chill Week 這邊是會獲得 二十六萬九千六百歐元的一個賽事 那個英鎊的賽事獎勵 對 BONOMO這邊是用圈九 草花跟注五萬 CUT OFF 就砍破花 PORFA這邊 果然是去做一個加注二十五萬 錯 D CUT OFF 其實比較好笑 有個場外的插曲 看一下這手牌 什麼插曲啊 看完這手牌了 好 波特蒙这边两头顺加后门花 勾圈 这边是个顶对 波特蒙可能会去做一个过牌夹注 在这边上 转牌是一张 是一张八 那这样的话 波特蒙现在是 那个顺听这个铜花顺 转牌这个顺子就到了 已经是百分之百胜率了 波特蒙稳一点 不知道波特蒙这边会不会灵打 这里是一个 用顺子代顺买花 波特蒙是一个代顺买花 波特蒙这里 卡九只能是平分 对 没有红桃也没有梅花 这边 下的注下的还蛮重的 二分之一 后手两百三十万 波特蒙这里是最后一条节的跟注 对 因为 25万的下注才扛得动 两个人是没动 所以波特蒙的顶对啊 他这里还是能赢对手的一些买花的一些炸虎 对 但这张牌他不愿意看到 因为对手的买花买到了就 顺什么的也到了 都是单张的 所以 单张成顺并且有后门花到 所以 其实他不是很喜欢看到这张牌啊 基本上会对任意注码下注气牌吧 除了一个 25万这样子 波特蒙这里可以考虑做大注了 因为他会考虑到这里会应该会打很大的这里 因为他会考虑到这里对手是 跟注范围里面是有顺子范围的 所以他想要抓对手的9 甚至抓对手的一样的牌9圈 但9圈有可能在对手再转牌会加回来 所以他这里考虑直接抓对手9 那破发一定会对一个大的下注气牌的 这里有可能会打110万 甚至130万 130万的超齿 130万也太多 120万吧 我觉得波特蒙这里会打110万到120万 140万比我想的还要多 我以为130万已经超得很 厉害哦 对 他自己打了一个140万 但波特蒙这里这种牌是没有办法了 因为波特蒙打这个注码就知道了 我就瞄着你的9去打了 我瞄着你的9加牌去打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盼望他这里会打一个超齿 蛮厉害的哦 但是波特蒙这里 比打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多一点 波特蒙这里不在对手范围 没有办法跟 没有9 他这里有9是有概率跟的 打那么大 好我们的刘明宗 然后UTG有个A7童话 那现在剩下最后8个人 所以现在每一桌是4个人 I think somehow you can exploit me in TrueDegg yeah but if I show you everything I'm not 18 plus right if I'm showing you every hand I'm not 18 plus right no but I can't fall I told you I'm not happy but I'm not falling 这里是一个三家底尺 why make yourself unhappy I like pain 我们这边的YKING用 在我们的BUTTON 中了一个HIGHRO两队 而我们刘明宗呢 有一个买花带买顺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牌 这里面对对手在前置位的一个下注啊 这里YKING用直接选择了做了一个加注 去保护自己的弱两队啊 保护自己的两队 在短牌中的两队其实是一个需要保护的牌链 因为太容易被对手反超 哎呀这里YKING用 遭遇到对手的一个三bet的拳下在flop 这就很尴尬了 那做了一个55万的下注 但是这个三bet的拳下就真的很尴尬了 这个真的很尴尬 我觉得有可能是会弃牌的 但是HIGHRO两队有机会会被打盖 这里因为对手有可能有88了 哇还是上了 还是上了 但你面对一些强买牌也是55开 55开 强行要跟对手做一次波动了 手牌看一下 而且转牌只要一张稍微大一点的牌 然后还有一个跌掉的机会 所以如果发出S的话 如果发出S的话 随随随随拿罐 随随随拿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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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饿了 看一下转牌是一张圈 看一下 等一下 他現在還有一些方片 哎呀沒有發出來 沒有發出來 我應用還是把他籌碼成長到510萬 而流民中掉到230萬 但這樣子兩個籌碼都還是非常的健康 我們的YKing用打了一把好牌之後馬上拿到AA 這好像是在常打復刻會發生的事情 打了一把好牌之後就會拿到一個SS 哇嗚我們這邊我們的曹瑞 零不扣中了一個99 那我覺得AA就會選擇控制 不會急著打 Sorry99在前之位選擇過牌 轉牌要打了 轉牌初七要打了 轉牌初七曹瑞應該先動 打的也不輕 35萬 那這裡AA也是一個標準的跟注 想都不用再想 這就是標準的一個跟注 他們兩個應該打得蠻快的 因為YKing也是一個行動稍微偏快的選手 相對於其他的歐美玩家 那曹瑞就是極速選手 極速選手 極速選手 這單八陳順 曹瑞這裡應該還是要下注 120萬里市 可能要下注60多萬 就在半吃 這邊有一張陳順 他下注一個 45萬 極速選手真的是 極速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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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萬的下注 其實真的也是 我發現優秀的選手真的每次的下注 都給對手一個很 很邊緣的決策 不管跟不跟都振不到什麼 EV 我這四十五萬 是一個非常 非常棒的一個價值下注 選得跟了 好 贏下了這樣一個底次